我是網球選手 我是網球選手 今年16歲 我的偶像是落就飛的 那時候我本來在餐廳吃飯 然後就往下看 就看到他在跟外面的球迷拍照 然後就拉著朋友就走下去 飯都吃不下 現在要去練體育 他一開始其實訓練的時候 我覺得很懶 那個很懶就是你做完一個動作 不是一組喔 就是一個動作 他就可以在那邊 就是懶在那邊三分鐘都有可能 到現在喔 其實到現在改變很多 就是第一個眼神 我覺得很重要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自己有一個改變 就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標 所以他會想要趕快完成訓練 我現在在安排他的賽事的行程 那原則上我2017年下半年的行程 已經都大概列得差不多了 然後大概六歲半開始比賽 一路都是我自己自己帶 帶他現在到16歲要滿17歲了 對 很多的事情我們只能引導他去做 那至於他自己的人生規劃 是他自己要去構圖的 不是我去幫他構圖 對 我希望給他的是這個東西 對 希望移動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然後球質可以裝一點 心理可以更穩定一點 不會受太多影響 可以在兩年內達到職業前200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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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壓力 來了